直播8月26日式广州恒大在昨晚的中超联赛中次第一战胜山东鲁能,此一过后,鲁能遭遇联赛两连百,广州日报传闻称,中超联赛办成过后的中超争霸局面,已从BIGS变成了北上广的三家机党。 同时,广州日报认为,鲁能本赛季的剑部,在与主率力相逢,采取50的4-4-2防守反击战术,另一方面改掉了以往3部队的陆席,整体表现稳定,能够杀入了BIGS变成,但是前场塔尔德利加佩兰的外人组合交织于国安,上岗和鲁能的外援来说,缺乏攻击统治力。 此外,鲁能的全华班中场,难以抗衡其他球队的中场组合。 广州日报认为,目前中超正观形势,已成为北上广三强之间的三国演义。 国安,恒大,上岗是目前整个中超进攻力最强的三队,恒大现在还有一场主场战国安,主客远回合对上岗,上岗则要今年第四次面对国安,这四场中超的顶级对决,将直接迎向最终榜首争夺的结局。 当然,北上广三对军锋,还要看U23的元素。